大家好我是Wikidata台灣的Alan 我們Wikidata台灣來G0V也有一段時間 從去年5月到現在 我們從這之間我們從做了市議會市議員的編輯搜 然後再到轉型正義資料庫的編輯搜 我們今天又開了一個新的主題 各位知道方志嗎 我們國家圖書館在2019年去全台灣各地的鄉鎮市區 搜集了各地的方志 然後要求他們的授權 現在都公開在一個網站上面叫做台灣方志 但是這些資料雖然它能夠被公開出來是一件美式 但是它被公開出來的形式大多數都是PDF的掃描檔 或者是更糟糕的可能就是拍照的檔案等等 那其實方志裡面蘊含著很多很多地方的資料 那這些資料常常都是我們在做歷史解讀的時候 常常會被忽略掉的 在地資料它並非是更加的狹隘 它在對我們公開歷史它並不是更加狹隘 反而能對我們現有的歷史的時間軸 添加更多更多寬廣的詮釋以及連結 那今天我們的這個地方的知識都被藏在這裡了 Wikida方志結構化計畫 其實就是希望邀請大家一起來讀方志 或許是讀你家鄉的方志 目前在台灣方志上面至少有500本的方志被釋出 那時間包含從民國350年代就有的方志到80年代 或者是近代去年今年才被發表的方志都在上面 那今天主要希望來邀請大家徵集的主題 其實是要來編輯各地區在日治時期的 裝協議員接協議員的條目 我知道現在GDP已經有很多這種選舉資料庫或政治資料庫 他們其實整理很多地方地委地方議員的資料 但是其實這些議員能夠累世到現在 很多時候那個政治影響力是從清治或日治時期就來了 所以呢希望能夠邀請大家一起把這些資料 整理進Wikidata裡面 讓整個邁路能夠更加清晰 謝謝大家